因为下一个更好更漂亮更乖 一般女生提分手都是试探一下 然后可能想男生挽回 然后男生提分手的话 一般就是考虑好了做了一个决定 在我看来女生提出来分手的话 这个事情如果提到男生心理的话 他们也是不会拒绝这个事情 有的时候男生认为女生分手 肯定就是不喜欢或者是心里没有了 他们不会想的去挽回了 为什么女生提分手男生都会基本批准你 我没经验呀 我没有过那个一种经验 那你怎么就看到就是恋爱中的女生 就一般一吵架就提分手这种问题 恋爱中的女生一吵架就提分手 可能是女生觉得这样做比较有 就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呗 自己这样男生会挽留什么的 但是男生一般的婚传都会答应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男生跟女生他有一定的 对这个感情有一定的认识上的不一样 可能女生说分手的时候 男生有时候会真的认为 这女生可能真的不爱她 所以她会第一时间觉得放手吧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男生 男生觉得不想在一起 就不要在一起了吧 然后就 而且女生提分手 一般是经过就深思熟虑之后 肯定才会提嘛 然后我觉得这段感情 不能延续了就分手了 好 好 男生 女生 是我的过程 男生 此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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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